Hello,大家好,我是小鱼 这一期想要给大家介绍来自欧洲的卡美奥贝雕 卡美奥贝雕是欧洲古典珠宝的代表之一 卡美奥在古罗马时期就已经风靡了整个欧洲的上层社会了 尤其19世纪的维多利亚时期是最为盛行的 贝壳本身在古代被赋予了流通货币的功能 它也一直是珠宝设计的重要的原材料之一 卡美奥贝雕在过去是欧洲很多国家都有自己的出品 但当中呢其实是以德国和意大利的工艺是最为精美的 那我今天穿的这个衣服就搭配了一个这个 卡美奥的胸针 看一下 非常好看 它这种巧色翘雕 那它是根据材质的深浅色来做设计雕刻的 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巧色翘雕 它在方寸之间带有内涵 这种是非常考验雕刻师的巧思和创作力的 那现今各大欧洲的博物馆当中呢 卡美奥的珠宝也是非常重要的馆藏之一 那我们现在给你们展示一下 像这个是德国的穆西亚系列的十二星座的 这是一个正面 是个文物 然后它的背后呢会有这个签名 然后还有一个月份 像刚刚那个呢就是用的材料是玛瑙 是德国的蓝玛瑙 然后现在这个呢是意大利的贝壳 这一种是上面是相日葵 就代表了星星向龙 它做了一对耳环 然后这个非常大 戴起来就很有存在感 那一般这种背雕呢都会在背后呢 会刻上雕刻师的签名 看这个我戴好了 给你们看一下 因为这种大的耳环 我是觉得非常有存在感的 就特别气场 小东西有小东西的好看 但是我个人是更喜欢这种大的耳环 还有这种大的胸针 然后今天搭配的是一条蛇骨链 黑金蛇骨链 还有我最喜欢的小蜜珠 会这样迭代 因为这个胸针已经很大了 然后耳环也很大 就没有必要再去做过多的修饰了 我觉得这样子简简单的就很好看 然后还有这种粉色的 这种粉色的呢 它也是贝壳 它是粉红贝壳 然后这种是比较便宜的 因为你能看这种 它的雕刻就会 看起来就没有那么精美 但是这个是 价位是比较便宜的 就是做一个简单的向前 这样子 这种这么大的话呢 我觉得就是 因为它做的是胸钓两用 我觉得拿来做这个 吊坠 好啦这就是这一期的分享了 希望你们喜欢 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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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